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對的在國王隊 在國王隊這邊也是用舒士軒 來先去守到斑妮特 但絕對要幫助斑妮特的出手 球員都集中在畫面的左半邊了 是 斑妮特在頭 這個一出手 空腦沒出手 再一次機會 沒問題 這時候慕倫斯就有一個很好的兩分機會 NP 娜娜左半邊抽進帥 在另外 另外慕倫斯想要打點 一定要這邊斜方包夾來得很快 柯金偉今天第一個轉換快攻 來得很快 柯金偉今天第一個轉換快攻 高古豪小球 小球隊友跟進 二波再補 班尼特在一起 再一個 AB 大龍快攻 交給全場的隊友 白晉 這個 班尼特 班尼特不只是能夠 一回合摸 一回合摸 都沒抓穩 你今晚現在防守對方會有壓力 但是 AB 對 這個 對 這個 對 對 所以這樣比賽你看其實在第一節 好 好 好 班尼特的整個組合其實 就是 穆倫斯 戴維斯還有 班尼特在場上 其實是在封線上的高度有衝擊 有的指揮 沒錯 我想也是在應對的 欸 這邊換班尼特是不是也做了一個類似的一個動作 嗯 哇 雙方其實都 在籌進之後 得到十分了 嗯 真的一拳 一拳 一拳就夠了 一拳就夠了 小略還有顏色 啊 最後要三分 在高位 這也是金榜 想往裡打 巴西來出手 超緊扭 哇 他又 所以如果沒有要快出手的話 可能就打穩了 是 班尼特拿球 開始 哇 哇 是是是 沒錯 班尼特 班尼特把這球衣補回去了 93比87 所以他是對於這個工程師的一個 外線出手啊 他是最 他是最有信心的 比賽又把你開了 不要忘記 AB 正面挑了 超新 第四節捨不得分 是 又會到平手 哇 只能說國王對前面的兩波進攻 靠對方身上想買犯規 哇 AB扣回來 哇 哇 這個就完全沒有掌握到籃板 反而讓後面跟進來防守的 反而讓後面跟進來防守的